娇妻离家出走 急坏了性格暴虐的丈夫 王娟冷冷的说 回去 回去让你打死我吗 见妻子李已决 丈夫竟将妻子转让 赵德财将妻子 以五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张强 离开苦海的妻子 究竟遭遇了什么 又决然回到了 将自己转让的丈夫身边 荒唐的妻子转让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 二手市场可算是异常的火爆 二手商品也是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 这有转让房子的 还有转让二手车的 可您听说过 转让妻子吗 说到这儿呢 您可能会笑了 说天下哪个男人 会转让自己的妻子呢 可是 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今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 赵德财 就把自己的妻子 转让给了别人 这赵德财呢 是一个普通农民 三十多岁 为人小气蛮横 没什么文化 脾气还非常暴躁 要说这赵德财 要长相没长相 要钱没钱 可他却娶了一个 年轻漂亮的老婆 赵德财的老婆 名叫王娟 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啊 年龄比赵德财 足足小了十岁 为了娶到王娟 赵德财啊 是杂锅卖铁 而且还欠了不少的外债 最终呢 抱得美人归 王娟与赵德财 结婚不到五年 他就给赵德财 生了两个大胖儿子 赵德财 守了一个漂亮老婆 又有两个儿子 这赵德财啊 甭提有多美了 他对妻子王娟 也很疼爱 家里的体力活 从不舍得 让王娟赏手 这按理说 王娟也应该觉得很幸福 但是啊 赵德财的一个坏毛病 让王娟呢 是伤透了心 原来啊 赵德财平日里爱喝酒 喝醉后啊 有动手打人的毛病 王娟就多次遭到 赵德财的殴打 等赵德财酒醒了 他呀 不是跪在王娟面前认错 就是指灯发誓 以后啊 再也不会打王娟了 可是 等赵德财再喝醉了 依旧对王娟是拳脚相加 王娟为了孩子 是一次一次原谅赵德财 渐渐的 赵德财仿佛也看穿了王娟的心思 为了两个儿子 王娟呢 是不会离开他的 于是赵德财更加肆无忌惮地酗酒 2012年3月的一天晚上 赵德财在外面诱惑得醉醺醺 回到家后 对妻子王娟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之后啊 是拳脚相加 打的王娟是轻一块紫一块 被打的王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心想 照这样下去 迟早有一天自己会被丈夫打死 无论如何 不能继续容忍丈夫的家暴了 当天晚上 他狠心抛下两个孩子 趁着夜色离家出走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 两个孩子的哭声 将赵德财吵醒 赵德财在家里啊 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妻子王娟的影子 当他看见 桌子上王娟留下的字条 赵德财才知道 妻子王娟离家出走了 王娟离开家后 赵德财对妻子王娟有些愧疚 他呀 多次给王娟打电话 让他回来 王娟虽然没有答应 但还会啊 时不时打电话 问孩子和家里的情况 赵德财心想 等妻子王娟气消了 就会回来的 用不了多长时间 可是 这样的态度没有持续多久 王娟打电话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甚至有几次 竟然挂断了赵德财的电话 赵德财非常的气愤 但是他依然认为 难道是手机坏了 又或者是出了什么事 经过多方打听 赵德财却从王娟同事口里得知 王娟已经回家了 回家 难道是回了娘家 想到这儿啊 王娟爱失踪人口 王娟是一个本分的女人 不会给他戴绿帽子的 可后来 村里人议论的是越来越多 说的也是有鼻子有眼 这让赵德财不得不产生了怀疑 于是赵德财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 连夜赶到了张强打工的地方 经过多方打听 赵德财终于找到了张强租住的地方 当他推开门时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妻子王娟 当王娟看见突然出现的丈夫赵德财 他非常的紧张 你 你怎么来了 王娟结结巴巴的 边说边往后躲 好啊 你真的在这里 现在就给我回去 王娟冷冷的说 回去 回去让你打死我吗 我才不回去呢 赵德财一听这话更生气了 但是他转念想到 王娟不在家时 自己和孩子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呀 王娟要是真不回去 自己和孩子今后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些 赵德财苦苦的哀求王娟和他回家 他保证 他保证 以后啊 再也不会打王娟了 王娟移情别恋 铁了心要离开丈夫 就在一天晚上 王娟半推半就的 与张强 巴上关系 之后 两人索性 在一起同居了 知道真相的赵德财 会如何面对妻子的婚外恋情 越想越愤怒的赵德财 拿起菜刀就直奔张强的家 恼羞成怒的赵德财 为什么又将妻子转让给了自己的情敌 荒唐的妻子转让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看着面前痛哭流泌的丈夫 王娟有些心软了 她也很想念两个孩子 但是 她一想到赵德财 每次打完他总会这样 而且 现在自己过得很好 为什么还要回去受苦呢 想到这些 王娟说什么 也不和赵德财回家 看见妻子王娟的反应 赵德财一时没了主意 只好啊 自己一个人先回了家 后来 赵德财又几次三番的去找王娟 求她回家 可王娟是铁了心 就是不跟赵德财过了 这王娟是因为被赵德财殴打 才出去打工的 她又怎么会和同村的张强 在外同居了呢 难道 他们早就有了不正当关系 其实啊 第一次出来打工的王娟 很不适应独自在外的生活 本来就是赵气出来的她 心里啊 是说不出的难过 虽然赵德财让她尽快回去 但她害怕 自己回家后啊 还会挨打 王娟就劝自己 再难也要坚持住 一天呢 王娟偶然碰到了同村打工的张强 独自在外的王娟 见到熟人 感到分外亲切 而且啊 张强和自己的年龄相仿 浓眉大眼 爱说爱笑 慢慢的 王娟便对张强产生了好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张强就以同乡的身份 照顾起王娟来 不仅经常请王娟吃饭 还对王娟拿嘘寒问暖 还经常买一些小礼物送给王娟 跟张强相处后 王娟才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娟对张强的感情逐渐升温 就在一天晚上 王娟半推半就的 与张强 巴上了关系 之后 两人索性 在一起同居了 王娟一边跟张强过着甜蜜的生活 一边面对丈夫不停的催促 王娟更担心 自己跟张强的事 如果被丈夫知道 那还不得杀了他们 虽然他们俩想尽办法掩盖 但最终还是被丈夫知道了 面对妻子王娟的遗情别恋 赵德财又该如何面对呢 是离婚成全妻子王娟 还是努力让妻子回心转意呢 无计可视的赵德财 独自喝着闷酒 想到妻子王娟对自己决绝的态度 再加上这 如今这冷冷清清的家 赵德财 把这一切都算到了张强的头上 越想越愤怒的赵德财 拿起菜刀就直奔张强的家 听说赵德财拿着菜刀 来找张强算账 张强的家人赶紧躲了出去 虽然躲过了一劫 可是张强却依然愁眉不展 王娟得知此事后 很为张强担心 他本想回到家里 和丈夫赵德财好好谈谈 但张强怕王娟回去后 赵德财肯定会殴打王娟 而且很可能会不让王娟再出来 把王娟看管起来 到时候他张强就不能和王娟在一起了 思来想去 张强让王娟在城里等他的消息 他自己一个人回老家去处理此事 后来赵德财又多次来到张强家里纠缠 张强一家人经过商量 主动找到了赵德财 看见张强一家人主动送上门来 赵德财狠狠地说 你们竟然还敢来呀 还真不怕我宰了你们 这边的张强赶紧好言好语地求着他 赵哥有话好说 有话好好说 张强一边对赵德财说着好话 一边表示 愿意拿出一万元钱补偿他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赵德财 一听张强要用钱来解决 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可赵德财觉得 张强只愿意出一万元钱 这也太便宜他了 可又想到 妻子王娟死活不回家的态度 赵德财想 反正妻子王娟对他已经死心了 要是王娟和张强 两个人在一起跑了不回来 那他可就惨了 想到这些 赵德财提出 要张强拿出十万元钱来给他 他就把妻子王娟转让给张强 张强一听 赵德财要把王娟转让给自己 张强也来了精神 他想 自己还没有结婚 要是娶方媳妇 光财力钱就得几万元 加上结婚上的花销 还得几万元 这样一算得十多万 这王娟长相不错 虽然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 死来想去 张强也就同意了赵德财的意见 但是张强认为 赵德财要的钱太多了 于是两个男人 对转让王娟的价格 开始讨价还价 最终呢 赵德财与张强达成一致 赵德财将妻子 以五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张强 张强怕赵德财反悔闹事 就与赵德财签了一份 妻子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就是呢 王娟离开赵德财 跟张强结为夫妻 孩子由赵德财抚养 张强支付五万元给赵德财 作为赵德财 与王娟的两个孩子抚养费 王娟要跟赵德财办理离婚手续 再跟张强办结婚手续 转让费支付完后 双方啊 永不纠缠 协议签订后 张强如约的给了赵德财 转让费五万元 赵德财就这样 把妻子王娟 以五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了张强 可怜的王娟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就这样换了丈夫 然而 就在签完协议的几个月后 让赵德财喜出望外的事 王娟竟然离开了张强 又回到自己的身边 摆脱了赵德财的纠缠 王娟和张强的生活 却又再起波澜 王娟回家看孩子的事情 还是被张强知道了 两个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承 王娟离开了家暴的苦海 却没想到又跳入了火坑 王娟傻了眼 张强吸毒 而且还欠了二十多万元的高利贷 王娟无奈又回到了丈夫身边 张强一指诉状告上法庭 妻子转让协议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荒唐的妻子转让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王娟与张强两人刚开始的生活 还是很甜蜜的 可王娟将近一年的时间 没有看见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每当看见别的母亲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画面时 王娟心里都感到非常的难受 王娟决定回去看看两个孩子 因为担心张强会生气 王娟便谎称回娘家 就这样 王娟偷偷地来到了赵德财家 看望自己的孩子 这天 王娟把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 把孩子们的脏衣服都洗干净 王娟临走前还给了赵德财几百元钱 让她给两个孩子买些新衣服 当看见两个孩子 那渴望母爱的眼神 王娟实在是忍不住了 她扭过头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子 然而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王娟回家看孩子的事情 还是被张强知道了 两个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从此以后 张强便开始疑神疑鬼 并且催促王娟赶紧与赵德财办理离婚手续 而此时的王娟还没有考虑好与赵德财离婚的事 让她最放不下的是两个儿子 从小失去母爱的她 不想让她的两个孩子也遭受和她一样的不幸童年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王娟与张强两人的激情慢慢退去 而生活的压力使得王娟和张强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 有几次 王娟想念自己的孩子 便给赵德财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 张强听到后 非常的生气 她认为啊 无论她张强怎么对王娟好 王娟的心里还是放不下赵德财 后来 王娟发现张强常常精神恍惚 开始啊 王娟还以为张强是工作太累了 没有放在心上 有一天 王娟正在家里打扫卫生 几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来 不由分说 把屋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嘴里还嚷嚷着 再也不还钱 把你们全家都杀了 王娟被吓到了 等这些人走后 王娟赶紧给张强打电话 在王娟的质问下 张强这才说出实情 原来啊 有一次朋友聚会 有两个朋友竟然吸气毒来 张强当时因为与王娟吵架心情不好 同时呢 也出于好奇 也想尝试一下 吸了起来 张强没有想到 自己后来染上了毒瘾 为了吸毒 张强借了高利贷二十多万元 知道事情真相后 王娟傻了眼 张强吸毒 而且还欠了二十多万元的高利贷 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让王娟更没有想到的是 张强为了还高利贷 竟然求着王娟去出卖肉体 王娟感到巨大侮辱 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张强由于没钱买毒品 毒瘾发作时 发疯子似的殴打王娟 把王娟打得是遍体鳞伤 之后的日子 不断有人来家里逼债 王娟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这时的王娟开始后悔 自己当初的冲动 王娟想到 丈夫赵德财除了在醉酒后 殴打自己 平时对自己 对孩子还是不错的 而且丈夫赵德财是一个本分的人 当他又想到那两个可怜的孩子 王娟一人决定 回到赵德财身边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就这样 王娟背着张强偷偷地回到了赵德财身边 花钱买来的媳妇不但离开自己 而且又回到了赵德财身边 人才两空的张强是急红了眼 拿着妻子转让协议就去找赵德财 让他退还转让妻子的五万元钱 却被赵德财拒绝了 此时的王娟才从张强的手中 看到了那份妻子转让协议 这他才知道 自己竟然被丈夫赵德财 以五万元的价格转让了 王娟是又气又恨 他没有想到 丈夫和情人 两个男人竟把他当成商品一样 转来转去 后来张强在咨询了律师后 将赵德财和王娟告上了法庭 张强要求赵德财退回自己的五万元钱 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五千元 张强认为 协议上自己花五万元 是为了让赵德财把王娟转让给自己 现在王娟不但没有和赵德财离婚 反而又回到了赵德财的身边 赵德财自然应该把钱还给自己 而赵德财却说 张强开始拐走王娟 他为了寻找王娟花了不止五万元钱 而且千金的协议很清楚 他得到钱 张强得到人 后来 妻子王娟回来 是他自己自愿的 所以 他是坚决不同意退还 王娟则说 他当初根本就不知道 丈夫赵德财与张强签协议的事情 后来 张强叫他去跟赵德财办理离婚手续 但他因为舍不得孩子 没有答应 再后来 张强就逼着他去出卖肉体 他不愿意 这才回到了赵德财身边 法案中 张强认为 按照协议的约定 赵德财应返还五万元转让费 而赵德财认为 他已经履行了协议 并不是他指示妻子王娟回来的 所以 他没有义务返还这五万元 那么 讲到这里 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 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 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的合同 不能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 都属于无效合同 我们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定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 第三 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 第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回到本案中 赵德财与张强 以王娟和赵德财离婚 再和张强结婚的内容 签订的协议 侵犯了王娟的婚姻自由的权利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因此 该妻子转让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而本案中的张强和赵德财 依据无效协议来要签 本身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所以 二人的说法 均不受法律保护 但是 不是不产生法律后果 对此负有过错责任的一方 仍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 赵德财和张强签订的 妻子转让协议 违反了婚姻法 和社会公序两所 也损害了王娟婚姻自由的权利 属于无效协议 同时法院还认为 王娟已回到了赵德财身边 所谓孩子抚养费五万元 也该偿还给张强 不过 张强明知道王娟有家事 还与其同居 后来 又与赵德财签订了 妻子转让协议 损害了赵德财和王娟的权利 也应当适当的赔偿 最后法院判决 赵德财退还三万元给张强 这场由一纸荒唐的协议 而引发的官司结束了 虽然张强要回了一部分钱 但是 不务正业 勾引别人的妻子的名声 已经传开了 而赵德财经历 失去妻子痛苦后 也开始反省自己平时的做法 但最痛苦的还是王娟 她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 可以过上好日子 抛家妻子 最后却是幻影破灭 落了个声名狼藉 面对丈夫赵德财 还有自己的孩子 王娟更是愧疚万分 她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慢慢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老实本分的丈夫 却突然跟女邻居私奔了 我和她走了 我对不起你 丈夫前脚刚走 女邻居的丈夫 却开始向她表白 那对不要脸的男女已经跑了 咱们俩一起寻找今后的幸福吧 女的拐走自己的丈夫 男的又向自己求爱 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阴谋 疯狂的邻居明日播出